我自己感觉到 有这样子的感觉 好像 这个 生活中 有些纷纷扰扰 纷纷扰扰的事情 那有一个人 他有意见 那么我们请他 上来讲几句话 就是 喜爱奇师姐 师尊师母 各位上师 我很久没有站在这个台上 拿着麦克风讲话 我刚刚来的时候呢 抱着求真会长的太太 他前天 他前天呢 骑摩托车 车祸 身亡 为了这件事情 我已经难过了很久 一直不能够平复 而且我 为什么希望师尊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在台上表达我这一段日子厉害 因为太多的事情好像跟我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关联 所以今天我希望我现在的讲话 如果是网络直播或者是说大家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我要强调一点 之前我曾经非常崇拜一位我们就是宗派的某一位上师 因为他口才非常的好 他到哪里他都可以表现的乐善助人 然后呢告诉我们他有多大的传承加持力 他是什么样的来历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求证师尊或者是师母 所以我制作了一个紫莲花传奇这个节目 我现在在这边必须要告诉大家 很多在里头的内容 今天我必须要以这个场合郑重地表示 很多东西并不是确实的 因为做节目我是一个媒体人 有时候很多事情是可以靠设计 很多东西是巧合 在有无形上面的来讲 我已经求证师尊 很多灵感 很多灵感并不是真正的来自于佛菩萨 那么大家就应该可以明白 每一个人的神通力 现在已经严重到的是 如果他鼓励大家去供奉无主孤魂 或者是所谓当初那一群 日本兵 日本兵 自杀的 很可怜的 这些亡魂 而造成了现在全世界各地 很多的寺庙分塔都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现在竟然已经猖獗到 趁着人的运势不好 身体不好 去干扰我们的同门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结界 如果我们没有实修 如果我们没有实咒大力金刚咒 那么 那就会是 很多最近所发生的例子 跟我有关的 我现在可以举例的 我认识的佛林同修会的联师上师 以及他的太太陈美军师姐 也在现场 佛林的前任堂主李三川师兄过世了 佛林再前面的堂主吴茂才师兄过世了 都是突然的 还有光是这一个堂 有四个精神有问题的 再讲我的好朋友 去年自己去撞车的 就是非常迷恋这位上师的 是我非常好的闺蜜 叫徐瑞光 还有我二十几年温哥华的好朋友 薛王淑妹 突然在香港跌倒身亡 他也是这位上师的好朋友 我讲了这么多跟我有关联的人 如果我今天不是有深切的认知 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 请大家在此时此刻 我们不管你多么欣赏 或者是认同 那么我们随您的意愿 可是今天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的话 我们一定要相信 密教只有一规一 没有可以分离 根本上师的 大家说对不对 在我过去 非常吹捧 这个团体 非常想要让这样子的团体 成立什么总本山啊 去盖什么大庙啊 甚至误会了中委会很多事情 包括师母也承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 我们以前 这样子的 我讲可能有一点点叫民粹主义了吧 所以我非常能够了解 还不能够认同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否定一个事件的人 大家的那种心态 我可以了解 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今天走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我曾经跟师尊讲过 我说师尊 立会上师真的是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 为什么不能够让 这个团体能够再更 更发展呢 师尊说 请问你我有成立白莲协会吗 所以我想今天莲花童子的护膜 我们是没有分 什么颜色的莲花童子 而且我很喜欢那首歌的歌词 莲花童子从来不虚伪 当我这样子去 反问立会上师说 师尊希望你能够成立辅导各个分堂 不一定一定要用子联这个名字 这位立会上师 他坚决的不同意 因此 我从这一件简单的事情认定 如果密教不能够听从根本上师的话 你有再大的神通力 你有再大的慈悲心 你的修行只有零分 所以 师尊的话不听的 就不是真佛弟子 我希望今天 郑重的向大家 说明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的话 再附加的去告诉别人 我曾经做过的 《紫莲花传奇》 《coco co co 敲你们》 还有广播节目 《生命》 以及所有相关的 包括还印成了书籍 据说有几万本几万本的在注印 我郑重的声明 这一些都是当时我的迷信 请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 而且今天已经商及到人命 请大家一定要一归一 持根本上师心咒 归一师尊 每天做披甲护身 而且努力的持大力金刚咒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徐亚琪师姐 今天站出来能够端正视听 谢谢她 今天因为是莲花童子的父母 那么西亚琪师姐跟我讲她有话要说 这是她本人的意见 我们生活中也不是独裁 所以每一个上师有每一个上师的弘法 每一个法师有每一个法师的弘法 很多的莲花童子他们也都是在弘法 那么总归呢 都会归到 马哈双年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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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